中国股市自打传出了海外空筹通过CDR方式回归的消息号就再也没好过,特别是CDR战略配售基金募集的那一周里,市场更是出现了暴跌, 可静本就脆弱的市场,再遇到资金抽血,立马就会撕给你看,尽管动用了铺垫盖地的各种忽悠,CDR基金的广告,甚至被发放到了菜市场大妈的手里,但是结果却是募集规模远低于预期,本来奔注3000亿去的,结果却只募集回来600亿,看来老百姓还是变聪明了了,当时我们就不看好CDR, 告诉大家人多的地方不去,结果就是CDR果然尴尬了,先是小米的CDR发行主动推迟,雷军心里很明白,就目前国内股市这半死不活的状态线,在上市也目击不了多少钱,根本就是意义不大, 即使在刚股IPO,也非常不理想,一开始传怎么,也得1500亿美元,嘴不计也得相当于两个格力,也就是5000亿人民币,但没想到最后只有539亿美元,相当于3500亿人民币左右,可见在暴跌之中,投资者信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,无独有偶,前两天再次传来消息, 阿里的CDR也已经散缓,阿里本来是计划排在小米后的第二家,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,现在这个10点回来,搞CDR还不够挨骂的,电幕积不了多少钱, 所以,分非选择主动延后,甚至有市场传言,说3000点以下,证监会也不会考CDR8,行了,倒可能是因为太过于打脸,随后证监会否认了这种说法,说不对市场表现做评价,创新试点工作,根据市,传主体的申请,按照相关规定依法推进,问题是现在逆程不承认, 事实就摆在那里,连回来圈前的人,都已经失去了兴趣,就好比一台大戏,观众没兴趣,演员也没兴趣,导演在招摸,也已经力不从心,最尴尬的就是CDR战略配售基金,募集来的钱不多,但也是600个亿,现在没事可干,只能去投资债券,随时等待住CDR生意的开张, 但看现在市场这个熊样,可能得等上一段时间了,所以,什么叫做市场选择,这就叫做市场选择,错误的时间,错误的方法,搞错误的事情,结果就是重判清理,连回来圈前的企业,也纷纷倒戈,不愿你扛这个吗? 所以这个市,估计短期内肯定是没戏了,除非你把市场先稳定下来,但股市跌了这么多,央行都搞过台了,整件困却,依然没有说法,还是一门心思搞它的CDR,确实有些反常,直到最近才有消息,面对暴跌的市场,再发吸血鬼看来事情不大了, 那我们就去找点国外的吧,侨水,未来的等国际著名对冲投资基金,已经注册被案,成为了境内的私募管理人,估计很快侨水的私募产品,就会在国内亮相, 敲水大家都知道,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对冲基金,它的创始人为达利欧,因为原则这本书成为了国内心机网,红,我们也为大家读过这本书,有兴趣的,可以来支持星球,找老齐的读书权了解一下,它的策略,号称全天后,也就是把市场撞垮,分为不同的季节,比如经济增长大逾预期, 经济增长小逾预期,通胀大逾预期,通胀小逾预期四个向线,然后分别把资产配置到不同的季节当中去,像经济增长大逾预期,它配置股票,商品,经济增长小逾预期,它配置债券,通胀大逾预期,就只配商品黄金,通胀小逾预期,可以配债券和股票,通过不同资产金的对冲关系, 来使得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,也让桥水成为了全世界最赚钱的对冲基金,现在桥水进来了,就获资本大逾,已经张开了嘴巴,我们不要的,抛弃的A股,也许将成为桥水俭便宜货的主战场, 从2004年开始,我们发现每一次市场底部,总有外资进入的消息,不是QFII扩大额度,就是对冲基金获批,之前MFCR也是如此, 很多人还惦记住,我们先买漂亮50,然后让老外进来吧,我们抬轿子,结果太天真了,没想到老外上来一脚,就把你的轿子踹翻了,然后你连滚带爬的,跑出来之后,老外正好躲进去,事实证明,在更外资的长年抗战中,我们从没有获得过好处, 这次也不例外,三千五百点以上,大家高价抢回来的筹码,2700点都会轻松的吐出去,正好给外资抄底的机会,等人家做好了,就会让你回来抬轿,聊,所以历史总在重复,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总结一下了,为什么,我们开放给外资的时候,总在低点,比如2005年QFII, 2014年的RQFII和今年的桥水,而美国人开放给我们的10,后总,最高点呢,比如2007年QDII基金净准出海,结果刚出去就被金融海啸切斑了, 谢谢观看